龙是蛇而生肖里唯一现实中不曾存在的动物 但就是这样一个由不同动物结合而来的 脚似鹿 头似驼 眼似鬼 锦似蛇 腹似肾 灵似李 爪似鹰 掌似虎 耳似牛 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演变 作为图腾崇拜的延续 成为了整个华夏民族强大的军事牛蛋 左传里说 中国有礼仪之大 故称下 有服装之美 魏之华 中国是礼仪之邦 衣冠上国 作为审美类国主 当我一遍又一遍地奔走几乎 中式审美之伟大 文化资信之重要 当然就不能绕开华夏民族的服装之美 而龙行文是穿越了千百年 在各民族的服装 织物 饰品等许多载体上延续保留 看似只是图饰 但其实是民族史诗的缩影 是一种人类原始的对于生命 对于自然的信仰与崇拜 就像商周时期的龙文 形态朴素且神秘 而到了秦汉 大一统时期下的龙文 就更加的雄浑豪迈 气势更庞大 我们现在最熟悉的龙文来自明清时期 形态配色 繁腐精美 华丽绝伦 可以这么说 虽然华夏之龙都是同一条龙 但不同的少数民族在龙文上却有不同的意义 古老的苗族在经历了历史的五次迁徙之后 主要分布在贵州 湖南 广西 四川等南方高原地带 其宗教信仰是自然崇拜 梧桐崇拜和祖先崇拜 苗族人民拥有自己的语言 他们用口耳相传的方式 借助下了鲜明的历史与创举 他们祈求山川日月的庇佑 勤劳而善良 所以苗族的龙文本身并没有统一的形态 通常是根据生活以及劳动场景去共享龙的形态 比如牛 依旧是苗人农业生产中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此常有牛童龙文或者牛角龙文的样式 而苗族刺绣之造业的兴奥巴达 披不开苍残 因此有时还会看到圆滚滚可爱的残龙文 苗族人求多子 希望子孙繁茂 人丁兴旺 因此又诞生了多族的蜈蚣龙文 苗族的龙文多种多样 有时内心我们看不出是龙的形态 其实都是苗族人民根据生活根据自然创作出来的龙文 在这片土地上 龙文诞生于最自然的本能 是一种极其朴素却有真诚的价值观 就是用勤劳勇敢去追求美好的生活 如果说苗龙是人民对于生活的映射 那离族人民创作的龙文 则是对万物有灵的信封 有部分学者研究表示 龙形态的演化过程 也可能是原始时期的鲜明 由天空中闪电引发的想象 而离族的远古传说里 闪电正是雷公被离族人战胜后 由于疼痛所以产生的现象 因此作为海岛上最早居民的离族人民 面对更神秘未知却也充满恐惧的海上气候 离族的龙是可用神力为离族人民化解危险 平复苦难 它是可以战胜万难的神灵 而当更强调龙的神性 它的形象也就更为抽象 离族龙文通常以几何形连续排列 非常对称整齐 极有秩序感 不致力于塑造五官细节 而是更多的以粗犷有力的线条来构造龙文 汉文化中的龙在经历了精神文明的历史更迭后 脱胎出了更具体的更生动的形象 先民们生产力的低弱与对自然的敬畏 诞生了最初的巫术崇拜 因此商周时期的奎龙们看起来凝丽且荒满 但当他们开始神秘地盘踞在象征权力的青鸿系上 意味着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权力崇拜 人类的掌控力开始逐步庞大 龙文则以矫健且向上的舌体型或是充满力量感的走兽型 出现在秦汉时期宏大壮丽的宫阙石雕之上 随唐开始龙文由武祖转为支爪俱全 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 龙文开始出现在精巧的工艺品浮世织井之上 生透于云木之间更具灵动之美 而这时的龙文开始刻画繁华新盛的社会 直至明清 龙文被使用的更加广泛 形态细节更为繁卒 并对宫廷和民间不同的使用场景与阶级加以区分 而在经历了千百年的历史洗刷后 龙代表的是中华民族处理与自然与同类的关系时所产生的积极的价值观 它是勇敢果决 威严与高贵的化身 它是一种永不可被打败的强大精神 因此它才能带来吉祥如意 带来一切美好的寓意和期盼 思虚九重真龙出 灭起万古返马空 龙是独特属于中国人的民族图腾 已是我们应该坚持下去 守护下去的精神与品质 2024甲城龙年 借由此篇 祝您与家人 龙香虎步 旗开得胜 生肖里唯一现实中不曾存在的动物 但就是这样一个由不同动物结合而来的 脚似鹿 头似驼 眼似鬼 颈似蛇 腹似肾 灵似礼 爪似鹰 掌似虎 耳似牛 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演变 作为图腾崇拜的延续 成为了整个华夏民族强大的精神与大 左传里说 中国有礼仪之大 故称下 有服装之美 魏之华 中国是礼仪之邦 衣冠上国 作为审美类国主 当我一遍又一遍地奔走几乎 中式审美之伟大 文化资性之重要 当然就不能绕开华夏民族的服装之美 而龙行文是穿越了千百年 在各民族的服装 织物 饰品等许多载体上延续保留 看似只是图示 但其实是民族史诗的缩影 是一种人类原始的 对于生命 对于自然的信仰与崇拜 就像商周时期的龙文 形态朴素且神秘 而到了秦汉 大一统时期下的龙文 就更加的雄浑豪迈 气势更庞大 我们现在最熟悉的龙文 来自明清时期 形态配色 繁腐精美 华丽绝伦 可以这么说 虽然华夏之龙都是同一条龙 但不同的少数民族在龙文上 却有不同的意义 古老的苗族在经历了历史的 五次迁徙之后